所有公务员今年将不会获得年底常年可变动花红 但是政府会继续发放 俗称第13个月花红的不计入养老金的常年薪金津贴 较低薪阶级公务员则将一次过获得1200元 协助他们度过这段艰难时期 公共服务署在文告说 国经济环境依然严峻 政府咨询同公共部门工会后 决定今年不发放年底常年可变动花红 不过政府也采取全国公资理事会的建议 继续为低薪公务员做出特别考量 因此将发放一次性的1200元给他们 大约2400名公务员将能获得这笔款项 政府对所有在疫情期间不济辛劳默默付出的公务员表示感谢